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要证实调离现职 静候调查 总统府表示 在司法机关查明真相之前 任何无端影射的政治操作 将会对社会造成伤害 县兵一次违法进入民宅 搜索白色恐怖文件 台北地检署七号陆续传唤了五名官兵 和卫姓当事人以证人的身份 道案说明 在询问之后全部请回 面对媒体魏先生不再多说 只透过律师表示军方侵害人民权益 过程残暴 一方面说他是犯罪被告 一方面又给他奖励金 让他无所适从 现在只希望案件赶快落幕 还他平静的生活 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一方面说他是犯罪的被告 一方面却又给他奖励金 这样的担心让他为自己 及他家人的生命安全起了忧虑 那我们希望啊 检方能够迅速的厘清案情 针对这一起事件 行政院长张善政也亲上火线 召开记者会提出四点声明 表示这个做法相当不妥 张善政指出 宪兵调查权应该因案质疑 这一起案件叫好的做法是 透过检调体系 由检察官依法发出搜索令 而不是由宪兵去做 他认为相关军方主管 应该暂时调离限职 另外总统马英九则是 透过发言人表示 在司法机关查明真相之前 任何无端引设的政治操作 不仅于事无补 也会对社会造成伤害 马总统已指示张善政及相关主管 要尽快查明真相 对外说明 记者综合报道 这波流感疫情严峻 从去年7月以来 已经夺走了84条的人命 也成为朝野立委直询的焦点 有立委批评卫福部 低估了疫情 才没有及时成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机关署长郭旭松已经自情处分 流感疫情持续延烧 从去年7月以来 已经造成1419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 夺走84条人命 双双创下五年来同期新高记录 朝野立委重批 为服务于机关署 低估流感疫情 没有提高防疫层级 及时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才让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此外立委也批评 卫福部没有掌握这次流感医疗资源 不仅医院加护病床的空床数算错 就连救人的叶克膜也没有整合 造成部分医院没有叶克膜可用 根本是防疫失灵状况 至于急诊塞报问题 卫福部长蒋炳黄强调 正在评估修改医疗法 不排除未来当医院急诊 拥塞或是面临紧急状况时 可拒收病患达到强制分流效果 不过还需要审慎研议 记者来说明讲龙翔 特报道 今天就是三八妇女节 社会上还有不少女性活在被跟踪骚扰的恐惧之中 根据统计 有5.2%的妇女曾经遭到伴侣跟踪骚扰 年轻女学生有这样经历的更高达了12.4% 妇女团体认为现行法令的罚则只有几千元 根本无法抑制跟踪的恶行 呼吁立法院要尽速制定防止跟踪骚扰的相关法案 2014年台大生张燕文长期跟踪前女友 最后更当街砍杀女友41刀 震惊社会 其实近几年来发生多起跟踪骚扰伤人的案件 像是这位黄小姐也被妹妹的前男友跟踪长达六年 严重影响到她的工作和生活 前后向警察报案二十多次 却无法裁罚 一直到加害者入侵她家才得以提告 想起当时黄小姐依旧难过害怕 和她一样不堪其扰的女性不在少数 根据现代妇女基金会统计 有百分之十二点四的年轻女学生 曾遭受过跟踪骚扰 卫福部的统计资料则有百分之五点二 有过婚姻的妇女曾被伴侣骚扰过 而现行的相关法令 对于加害者最多只处于几千块的财阀 就算女性想申请保护令 也是耗时不易 妇女团体呼吁新国会 要尽速制定防治跟踪骚扰法案 让警察就能直接合法保护令 并且加重刑罚 也希望首位女总统蔡英文 能支持这项法案 别让受害女性无法可以求助 记者蔡惠林秋福财台北报道 睽違69年 为了协助政府行销中台湾旅游 台中彩虹眷村的彩虹爷爷黄永富 回到老家香港去探亲 而香港这些年来的变化 让彩虹爷爷很感慨 曾经是军刀机飞行员 英勇空战米格基的彩虹爷爷黄永富 用画笔画出五彩缤纷的彩虹眷村 这个月五号 更成了中台湾的观光行销大使 回到离开69年的香港老家 哇 我看了通通被人都不一样 人一路都找不到 很多人有很多弟弟 这只包紧我这个 好难过 甚至不一样 九十四岁在香港九龙长大的黄永富 拿起画笔蹲着马步 随手一画就是美丽的画作 这回踏上香港的土地 爷爷很激动 因为街道依旧警务全遍了 在彩虹眷村遇到香港来的游客 随口就来一段相音相取 哎呀 山中的爷爷爷到 泳村啊 泰基村 平日的早上彩虹眷村来了一车车的游客 来访的有一半都是香港人 旅游书上的介绍 让这个保留下来的彩虹眷村 成了自助旅行必游的景点 要让我现场看 一定要现场看 现在可以看到本人也是一个惊喜 配合政府行销中台湾旅游的活动 彩虹眷村爷爷黄永富 用画笔画出一片天 也让文创走上国际舞台 既有黄千荣赖世杰台中报道